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到现在都还没有停歇的迹象 不过现在专家认为BA4跟BA5恐怕会推起下一波的疫情高峰 而且他们也推估下一个变异株应该还是来自Omicron病毒家族 我们带您看到美国的状况 其实在美国的病毒株占比BA2已经降到了14%了 那么取代它的则是BA2.1、2.1它已经来到了64% 那么分别在美国的BA4跟BA5 他们占比是8%跟13% 但是美国的公卫专家就认为了 他说BA4跟BA5下季的时候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主流病毒 而且近几个病毒株都是来自Omicron家族 下一个变异株很可能也是如此 那么流行病学专家也讲到了 其实在BA2不常见的地区BA4跟BA5就会雷崛起 为什么 他们认为应该是因为感染了BA2的话会有一些短期的保护力 所以在这些地方可能4跟5比较不活药 但是如果没有出现BA2的地方 BA4跟BA5恐怕就比较活药了 但是变异株不会消停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严防重症才是最保险的 而现在BA5也入侵以色列成为霸王病毒株变成主流病毒了 我们但也看到以色列的报道指出 他们的卫福部官员说 虽然他们正在面临新一波的疫情 但是他们不会来改变他们的防疫限制 甚至在耶路撒冷邮报有讲到了 这一回的BA5它其实跟BA2 他们的特性相同 传播力也很强 尤其他们极蛋白是很类似的 所以他们认为以色列目前的状况 应该是足以能够来应付的 而以色列的防疫专家就说了 感染了Omicron在感染BA5 现阶段的疫苗可能来对抗这BA5的效果 并没有那么好 A单不代表完全就没有效 他说如果你完全接种的话 可能就会降低重症的比率 那么他们以色列的研究也指出了 如果你确诊过Omicron的病毒之后 那么你再吃打这个疫苗 那么你的抗体会增加给了抵抗BA5 不过这BA5的研究还不多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的抵挡 恐怕还要等更多的医学研究出来 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到现在还没有停歇 很多的家长都很担心 小朋友如果染疫了怎么办 尤其是出现这样的状况的话 家长们一定得特别注意了 那么如果小朋友出现笑哄 或者是严重胸凹 确诊的小朋友可能得赶快送医 才能保住一命 我们大家都很好奇什么叫胸凹呢 透过这两张照片可以看到 这是正常小朋友的胸型 但是如果他是确诊的小朋友 出现了明显的凹痕 在胸骨这一个地方的话 那么妈妈可能就得特别注意了 因为有确诊的儿童出现了 像子高烧啦 呼吸急促或者是笑吼 呼吸时这胸骨上 以及肋肩产生了明显的凹陷的话 医生就认为这个时候 要赶快送到医院给医生判断 因为在5月16日 有一名男童确诊之后 返家当晚就出现了一些 呼吸急促甚至是高烧的症状 紧急急诊之后 好险医生赶快给他施移肋骨唇 还有高浓度的氧气 因为他很明显看起来就是呼吸困难 而且血氧值也超低 那么送进ICU来插管治疗 他说好险呢 这个妈妈又赶快把这个弟弟送过来 否则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也提醒呢 家里面如果有染疫小朋友的家长 一定要特别注意这样的讯息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